嗨,我是宝可梦 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到就是目前最夯的一张卡片 就是这个张银买乐卡的这个 就是买配 就是要买乐7配想7%快来登录 这个非常的夸张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台湾的信用卡的 这个所谓的竞争非常的激烈 然后呢原本张银只有6% 现在居然加码到7% 这中间到底有没有什么陷阱呢 有没有什么让你不知不觉就陷入的致命陷阱 一定要立马跟你讲 因为我们这个系列这个节目就是要讲真话好吗 好来开始来聊聊本支影片的重点 第一个张银买乐卡的基本回馈 再跟大家简单做个复习 第二个7配7%快来登的活动陷阱 有哪些是否致命 你应该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等一下会讲 第三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行动支付审卡 可以让你参考呢 这就是今天要讲的三个重点 直接进入第一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张银买乐卡的基本回馈 好那你在这边有看到一个这个QR Code 这其实是去年 应该是前年吧 这个静周刊他采访宝可梦关于这张神卡 所谓的神卡要怎么使用 好那非常的有趣啊 就是刚好也有采访 所以大家也可以扫这个QR Code 然后来看一下说到底记者他是怎么诠释这张卡片 还有你应该要怎么去了解这个卡片的基本权益怎么使用 好那我先说结论 就是你如果单纯的是以现金回馈来讲的话 他的数字虽然很高最高有到6% 但是事实上他还蛮复杂的 所以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去理解 好吗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往下看 到底他的真实回馈是怎么样 好来往下看的话呢 这边有看到这个画面上这个 张银买乐卡的基本回馈 只要才能够拿到最高的6%回馈呢 好很简单就是分国内跟海外 那你必须是要是 我看一下 好你这个有一个额外加码的部分 是所谓的新户有多到2.5%吗 如果你没有的话 其实你就是 国外的部分3.5% 然后国内就是3% 所以基本上的话 你没有办法全部拿起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是新户和旧户的差别 基本的话就是 国内0.5%还外1% 那么如果你有在 这个张银的一财宝的数位账户里面 有存2万块钱每个月 好那么你就可以拿到0.5%的加码 再来的话呢 就是只要是行动师傅的交易 中间这里你有看到 他可以来到0.5% 那国外也是一样 只要是要有他这个所谓使用的 比如说台湾Pay或Google Pay之类就可以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本行的电子账单或账户扣角 有再多1.5% 好所以这部分的话 其实汤布洞洞加起来最高就是多少 6% 好但是你也不得不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没有Apple Pay 好这个是之前已经讨论很久很久的问题 但是张仪一直没有解决 好那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就是没有 好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讲到这个问题 这样子好 好了解了张仪买乐卡的基本回馈之后 你就会觉得说天哪 有点复杂 那怎么办 好那接下来他现在这个所谓的6倍买6% 7倍的这个活动到底有没有 这是越来越更简单呢 好其实没有 他其实是有点复杂 那我们现在就来进行这个 我们的所谓的银行活动拆解 最重要的一个单元 来我们往下看 7倍7%快来登的活动 有什么致命的陷阱 立马跟你讲 好来接来 一样这个活动陷阱的部分 其实我已经有写过一篇文章 完整的拆解跟分析了 如果你想要用文字阅读的部分 因为我发现有蛮多的粉丝朋友 是很喜欢看我写的文字的 那么请你扫码 好吧画面上这个画面 你只要扫码 你就可以就是了解最新的 这所谓的优惠讯息 好 那我们这边 如果是我们YouTube频道 这边的新朋友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 瓦可梦除了能言善道之外 其实我是很善良写文字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有一些 比较想整的资讯理解的话 你还是可以就是 来我的部落格里面去看 里面都有比较详细的 这个文字分析的部分 这也是我的强项这样子 好 那么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就往下看 我直接列出三个致命的陷阱 第一个 这边每个人每月 就是这个每个月限量7000人 我问你 你抢得到吗 这个问题当然我觉得非常的 你可以用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角度是 彰化银行 他如果发卡量没有那么高 是不是大家就抢得到 那他这个7000名的限额 他一定有是做过 那部数据调查 甚至说 也许他们上半年 只有发5000卡 所以说再加个2000来 7000 应该大家都可以玩得到吧 这是一种假说 就是他们发卡量 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拿得到 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 其实已经有很多人了 好 那他们为了节省成本的部分 他们其实觉得说 7000就够了 反正会来使用的人 也许没有那么多 好 那就会变成说 我们大家就要抢破头了 但是你也可以去思考 反面来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像宝口梦的粉丝专页 目前有56000个赞 这么多人都有安赞的情况之下 到底有多少人 办下这张卡片呢 如果有的话 你可不可以就是 留个言喊加一说你有办 让我知道一下 我会回复你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也不见得有那么多人 会去办这张卡片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你抢不到 因为你只要每个月1号 早上9点 然后在电脑前面 等等等 时间到登录就好了 但你会想说 那JCP 10%怎么办 两个都要抢 那当然是要 就是大家 你有家人 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分工 就是你的弟弟 或你爸爸妈妈帮你抢这个所谓的张颖 买了 然后你自己来抢JCP 好不好 就是团结力量大 大家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玩 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解套的方式 但是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说到底 限额7000人是好抢还是不好抢 那我非常相信 张颖应应该也是 看了悠悠卡的活动 所以吃了悠悠卡的口水 所以才这样子去设计 那悠悠卡的卡数很多 所以大家要抢通常都是三分钟以内就会抢完了 但是我不认为张颖买乐卡有发到几十万张那么多 所以应该是第一个月大概五到十分钟里面都抢得到 那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觉得我们7月1号之后我们就见分效了好吗 就是现在是6月底 再过一个礼拜左右我们就要开抢了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说第一个月到底好不好抢 如果很好抢那你就赶快办 如果不好抢那你也不用办 就是这样子 好来 第二个陷阱第二个陷阱就是它的7%其实是有天花板上线的 像现在的活动1到6月是给你6% 那6%上线是300 所以你往回除就是一个月刷5000内都可以拿到94折 那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7%就是93折 再多给你1% 但它上线只有150 所以往回退你就是大概刷个2400 就没了 就是它的那个天花板就是骤降一半 所以你原本大概可以刷5000出一半 大概就是多少 2500 那所以它给你2400 所以你就觉得说你要感恩戴德吗 即使没有 这7%看起来很厉害 但是不好意思你吃不到 所以你只多了不起就是2000多 就结束了 那什么可能你刷刷卡买个东西一下就没了 所以它是有天花板上线的 所以我可以把这件事情解读成说 银行它为了要抢这个所谓的吸勤的程度 它提高了这个优惠的数字 但是却降低了这个所谓的上线天花板 所以其实你就是看得到吃不到 所以张银这招非常的简 但是好像也没有到让人家那么讨厌的地步 因为我看网路上反弹的声浪好像还好 所以这部分大家就是去衡量说 是不是你自己符合自己的需求再去申请 这个没有MGM的业绩 所以你自己喜欢你就办 这个不管我的事情 喜欢就办 我把陷阱跟你讲 非常清楚跟你讲 不带任何的商业色彩 喜欢就自己办这样子 第三个 它说有七大行动支付 今年多了所谓的悠悠富 非常非常的多 但问题是张银就是没有Apple Pay 所以这也是跟悠悠富一样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悠悠富目前还是没有开通 这个所谓的 NFC的功能给这个 这个iOS的这个用户 那现在我们的交易也是一样 所以CW大大它常常就讲说 根本就是歧视我们 就是是苹果手机的嘛 为什么就是这个0.5% 我们就是用不到 但没办法 也许就是张银没有跟这个 所谓的Apple Pay进行签约嘛 因为这个签约金可能几百万 所以他们就付不出这个钱 这也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 你要看清楚 重点就是 这七大行动支付里面 加了悠悠富 但是还是没有Apple Pay 所以你要 你的主力是苹果手机的朋友 像我就是这样 你可能就不适合 就是某些优惠 你就没有办法 因为你这张卡片 根本就绑不进去手机里面啊 解个屁啊 就不能解啦 所以这三个陷阱 请你一定要特别的去注意 所以这是 我挑出来跟大家讲的 你一定要去注意 不然的话 你可能刷得很爽 但是你根本回馈拿得超少的 那你还不如用 其他的行动支付审卡 好吗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到底有哪些卡片 是行动支付审卡 而且是你一定用得到的 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 是否还有其他的 行动支付审卡呢 我们往下看 好 第一个我推荐的其实是这个接口 接口绑在接口APP里面 接口支付联名卡绑在接口APP里面 他可以拿到6到8%的回馈 那只要接口支付 能够支付的地方都有 我觉得这个是替代性很高的一张卡片 那他的上限不是现在改成300吗 好像刷个四五千都还有 所以他的这个上限的天花板 其实也是比我们这个 张仪买乐卡的回馈还要高 所以你们有谁没有接口卡的吗 我其实前阵子上节目还是什么鬼的 也是很常去分享这张卡片的 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没有接口卡的 我很建议你就是再加班一张 然后自己来 就是交替使用比较好 所以这是我介绍的第一张 也是很不错的行动支付神卡 交水电费也有回馈 张仪买乐卡也是有的 再来的话呢 第二张我们来往下看 这张卡片为什么是神卡呢 其实也不能够讲说他一定是神卡 只是说他的卡面很可爱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他自己有讲那个新户最高 不是给到5%的部分吗 那他的玩法其实我觉得跟张仪买乐卡差不多 就是你要有很多很多的combo跟加码 才有办法拿到这么多 那我觉得你简单一点 你就把这张卡片当做是全联神卡2%就好了 也可以啦 但是呢 如果你自己本身想要追求高回馈的话 那你是新户申办这张卡片 加上很多很多的附带条件之后 你可以最高拿到5% 就是这个样子 但也我觉得还是没有像 接口想象中的 接口支付礼品卡那么好用这样子 那第三张的话呢 我要跟大家推荐的 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吧 就是我们的永风必备卡 那我也是必须要跟大家澄清一件事情 其实前几天刚好CDW大大他有发现这个 永风的官网里面有新增这个所谓的必备卡的一些额外的优惠 但是呢 我们过了几天之后 我们上去看他居然都把它拿掉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请容我们卖个关子好吗 有最新的消息 我们会立马写文章 做影片跟大家分享 但是这张卡片 在2020年的下半年的确是有机会超越我们的赵仪买乐卡的 我们先卖个关子但是事实上我觉得 各家的高回馈行动支付卡片其实都是有他的陷阱 然后还有他的一些美港债的 你还是要特别的去注意说你是否都符合这些资格 有的要抢灯 有的有上限 然后有的就是你要先存钱 你要换汇什么的 麻烦事情一大堆 基本上比较少那种就是随便绑就随便有 不然就是限定新户 我的天哪 你们如果跟宝可梦一样办这么多卡片 怎么可能每一家银行都是新户 屁嘞 所以就不可能吧 所以你就会发现怎么一堆问题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说现在又会真的很差吗 其实没有 信用卡的回馈大战正要开打 所以请你们也要好好地期待一下 就是说 昨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玉山 它可能会在网购神卡的部分稍微陨落了 一定会改叉 但是呢 是不是有其他银行想要乘胜追击 这是我们可以好好地去期待的 一有最新的消息 宝可梦会在我的粉丝页 部落格 还有我们的YouTube频道 永远做最新最新的披露 也欢迎你喜欢这支影片 觉得有帮助的 赶快订阅小铃铛开起来 然后把这支影片按赞留言 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信用卡的新知 好吗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